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修整 二来 新加入的BEST 也需要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带领 生根建造 在这个期间 我们小组又陆续来了好几位过去存在教会 但是因为疫情没有参加团契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期间 我们一边修整 磨合 一边训练辛劳同工 为将来的幸福小组做预备 我们每周聚会的流程依然是参考幸福小组的流程 有破冰 诗歌 见证分享 查经 专题等等 每个环节都是鼓励大家一起轮流侍奉 既让主员们不断地练习 积累经验 又让主员们在侍奉中彼此的了解 第三期幸福小组结束以后 幸福小组的同工和新的BEST 顺利地加入细胞小组 聚会人数每次稳定在20人左右 第二个阶段也是呼召的阶段 今年初我们更加积极地鼓励 主员们每日读经年修 并且简短地分享 我们也成立了几个固定的RPG祷告小组 每周一起同心祷告 二月份我们开始在小组聚会中 播放福气教会的培训视频片段 以及他们的见证分享来激励组员 不少组员都纷纷表示愿意出来做幸福小组 第三个阶段是调查 组队阶段 为了更好地了解每个组员对第四期幸福小组的投入度 愿意参与的侍奉岗位 三月初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问卷调查 并进行分析 讨论如何合理的分组 我们一方面鼓励组员们参与传福音 另一方面也希望兼顾组员们的需要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 工作 身体状况不同 也非常感谢牧长在主日讲到的提醒 人比事工重要 综合考虑以后 我们决定分成两个幸福小组 每组七个同工 均匀佩戴 同时保留细胞小组 安排同工带领一批 这次参与幸福小组有困难的组员们 以及不能稳定来聚会的组员们 以上三点是我的简单分享 如果您有任何的反馈建议 欢迎和我联系 也期盼大家分享您的宝贵经验 一起成长 感谢神